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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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今天我們 GSG,歡迎跟大家來到 Mountsville,看到火車牌 大家都知道我們來了這個 火車站附近 我們現在就在 市中心裡面 我們之前也介紹過 這個地方 我們就先跟大家重溫 我們對Mountsville的介紹 這個區的名字叫Mountsville 在Nottinghamshire 大概10萬人口 一個鎮 也算是大鎮 這裏 距離 Nottingham 大概是40分鐘的車程 不算太遠 都可以的 我們現在就在 Mountsville 市中心 周圍兩邊 都不少店鎮 Mountsville出名什麼 大家可能都聽過 羅賓漢這個名字 那羅賓漢呢 大家都可能以為 是Nottingham的 傳奇人物 但實際上呢 羅賓漢 Robinthood 是 一個在 Sherwood Forest 的一個 合島 Sherwood Forest 其實就是 距離 Mountsville 近很多的 大概六個米 但是距離 Nottingham 大概二十幾個米 所以 其實 其實 英國的人都會 不把 羅賓漢這個 說是 Mountsville 的傳奇人物 多於 Nottingham 不過今次 主要講的 不是這個 是介紹這個區 我們現在 臨近聖誕 所以 都比較多 和聖誕有關的 擺設 好像有很多聖誕樹在賣 又或者 一些 Christmas Market 有很多 對 前面 是德國 場 英國的 或者 可以這麼說 歐洲的 Christmas Market 都很多時候 都會有一個 德國的 業手廠 買的 大家可以看到 正正 我們的 右手邊 有Primark 這邊呢 也有Post Office 所以其實 它應該有的 店鋪呢 也有的 賣鞋 New Look 賣衣服 再行前一點 就是 Marks & Spencer 剛剛才講過 人口大概 11萬左右 10萬至12萬左右 這裡的人口比例是怎樣 其實這裡的人口比例 是白人居多 大概 9乘4 都是白人 都算是一個 白人區 但是 老人家 就 開始 比較多 比之前 是多了 老人家 我們 走前一點 大家可以看到 為什麼 都覺得老人家 是多了 因為前面有些買的東西 專門是 給老人家 用的 這邊 就是這個 時集 禮拜六會開 這裡 這裡有 山谷 卡 那些 雜物 那些 盆栽 衣服 那些 賣 這邊有 小朋友的人賣 這個 另一檔 的 菜 檔 大家可以繼續 看看周圍的景色 這裡 就是買一些 專門是 佛老人家的 就是很多不同 款式的 這個 電動 車 賣 是比較 人口老化 多一點 區 就會見到 有這樣的 貨品賣 那 這裡 可以說 香港市 其中一個 的 標記 這個 建築物 那 大家看了 聖誕的景 現在呢 就看回 比較 近 少少 聖誕 之後的 街景 那 這條 街都算是 幾乾淨的 那 大家剛才都見過 這裡經過 那間 那 前面就是 其實那間 商場來的 我們和大家進去 商場裡面 看看先 那間 商場門後 都有 一間的圖書館 那 這個商場 就不是叫做 非常之大 但是其實 都 又好過沒有 那就是有個商場的話 尤其是冬天 走街 就舒服很多 那商場也有些 大家見慣見熟的 店 如果大家 來過英國的話 那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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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覺都幾安全的 那 那 當然現在就比較夜 都關掉了 那 那我們今天呢 會和大家介紹一個 的三房半獨立屋 的二手樓的單位 那 我們過去之前呢 先看看火車站 那這個火車站叫做 Walksop的地方 那裏 那 就大概二十幾三十分鐘 左右 那 當然都是現代化的火車來的了 那 那我們現在就去 今天我們介紹那個 的二手單位 那裏 和大家看一下 那我們就到了這個 的三房半獨立屋 單位的門口 那門前有兩個 泊車位 那對著景色都是 非常之開揚的 那我們在一個 Codasac 裏面 那 那 除了旁邊那間屋之外 基本上 沒有任何的車 會經過這個位 那 那 這個單位 那是一個叫做 Berry Hill 的 新的屋苑 裏面 那其實 成了都是 很短的時間 大概都是年多 兩年左右 那 那業主貨買的原因 是因為去了 第二個 城市道居住 那 都看來 都幾視正的 都沒有什麼明顯的問題 那 尤其是前面 兩個平排泊車位 那就非常之方便 那 還有進去的 之前 也都有個 閃縫位 那尤其是下雨天 那 那就更加好 不需要 凹著雨 來開門 那 就和大家進去看看 那這個單位 不算小 有997呎 就是差不多1000呎 那直望前面的 那就是客廳 那當然 左邊就是上樓上了 那右邊就是上樓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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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就是廚房 那進來的圓關位也都有個 radiator 那 也都會令到街屋是暖很多 那 那其實業主呢 已經是搬走了大部分的東西的了 那 所以這個單位是 那 我們 那 那 我們的左手邊呢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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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放到鞋櫃,亦都有些位置来放一些杂物,以及宽频那些,也都放在这个位置。 好了,那我们就和大家看看厨房先啦。 进来厨房之后,我们站在这个位置,其实是一个食饭的位置来的,这里可以放到一张六人桌,那前面呢,就是雪柜的位置。 那这个厨房的size,由1278 x 1378,一个叫做半开放式的厨房,前面的窗户都蛮大的。 那左手边是一个厨房,右手边就是洗碗碟机和晶盘的位置。 那我们再和大家看得仔细一些,那这边也有一些电子在这里,那这边可以放一个电视的位置。 那是用无火煮食。那上面有个, 微波炉和焗炉,那这边就是个晶盘的位置啦。那下面有个小碗碟机的位置来的,那也都会留下来。那那 那这边,那么在这里呢大家可以看一下,那其实都算是几干净的,那些没什么明显的 水浸的痕迹啦。那刚才也看过的,这个, 微波爐和下底的焗爐 也有很多櫃子去擠東西 地板也是鋪了容易清潔的那種 大家可以看一下雪櫃 也有一個正常的尺寸的雪櫃 上面放凍東西 下面放冰格 然後進去客廳看看 客廳的尺寸 有16尺寸4乘10尺寸9 這邊可以放在梳化的位置 在電源側旁邊 也會暖很多 一個落地的玻璃 就是望返住個花園 這個位置可以放到一張三人 甚至乎更大的梳化 這邊也挺乾淨的 這邊放的梳化 對面的位置當然就是電視機的位置 那電視機的位置也有兩個的兩組插頭 一組在地下另一組就是上面 那都幾方便的 那也有兩個電視機的位置 在我們的右手邊 在房間的中間的位置 那電視機的位置 那電視機的位置也會留下 那再看看牆身 其實都算是非常乾淨 那地板也是 的 那都很喜歡這個位置 那現在很多光是進入了房間裡 好了 出來走廊位之後 那我們再看看 進去廳之前 其實我們的左手邊 有個Storage 那是把樓梯底的位置 收起來了 那都幾多位可以製東西的 是的 尤其是放雜物 那也是非常之方便 那在這個的 雜物房的對面 那其實呢 有個的樓下洗手間 那這個洗手間 其實都算是非常之寬敞的 那因為在這間屋的中間的位置 那所以都是沒有窗的 那不過 都有臭味線在上面 那再看看 浴室比較仔細些 那其實都算是非常之乾淨的 那聲盤 那聲盤也都不算叫做很細那種 那聲盤上面也都是一些位置可以製一下東西 那這樣 都幾實用性都幾高的 那這邊有個 Radator 那也都當然是鋪了同一種的地板來的 那所以清潔呢 也是非常之方便 那大家可以看一下 都是非常之乾淨的 這些位置 那之後呢 就上到樓上 看一下主人房 其實主人房對著那個門 對著一個窗的 在一個樓梯的位置 那也都令到這個位置會光亮很多 那現在是鋪了地毯 那見到地毯上的印 那是因為之前放了一些傢俬 那這個窗的比例上都不算叫做小的 那都算是比較大的那種 那窗下也都有個Radator 那旁呢 那旁呢 也都有一個En suite 那這間房的Size 有10呎9乘11呎9 那兩隻窗都開到 那就是看著那個花園的位置 那也都有一個En suite 那都是正常的配套來的 那看回這一邊呢 那見到一些印印 那見到 對啦 正正這個位置是放了一張床 那旁邊那邊呢 那邊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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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邊的話呢 那邊呢 那邊看 芯盤也不算是小,上面也有位置可以製東西,也是鋪地板,容易清潔 芯盤的位置也是比較闊身那種,還有一個高身的浪毛筋架 也沒什麼浪費的位置,這邊有個槍開,非常之好,也是磨砂玻璃的槍 這槍也不算小 當然,上面有個抽氣線 有個大毛筋架,非常之方便 看完這個主人房之後,我們就看剩下兩間房間和Family Bathroom 一會兒主人房旁邊,就有一個Family Bathroom 也算是非常之寬敞的浴室 是浴缸和浴缸上面有個Shower Over Bath 這邊當然做了全磚的 全磚的位置也不算少 也是鋪地板,容易清潔 牆身也算是非常之乾淨,當然我有多少用過的痕跡 我想當然二手樓也避免不了 也有一個高身的浪毛筋架 這個浴室也是預算有兩間房間的人去用 都夠位去擠一些毛筋 這個浴室比我們平時見過的,都要比較寬敞 在浴室的旁邊,其實也有一個小的Stories 我們稍後再過去看看 之後就看看Bedroom 2 在浴室旁邊,也是一棵地毯 Bedroom 2的尺寸是9呎3乘11呎1 也是不算小的 正正我們前面看著的,其實是床頭位 本身這個業主他之前就放了一張單人床 所以見到一個印,也是單人床的印 衣櫃也是留下的,可以讓大家砌少衣櫃 正正這個印就是單人床的位 大家也可以考慮放一張雙人床 其實雙人床的話,床頭就在我們的左手邊 這個窗比例上都算是大的 也可以看著一個非常開揚的景 這個窗下面也有一個Radiator 或者覺得這個衣櫃在這裏太大 也可以把它搬到主人房那邊 也是非常適合用的 或者甚至乎把這個衣櫃留在這間房間 但是就把它搬到門口的位置 這邊也可以放一張雙人床 在正的Bedroom 2旁邊就是Bedroom 3 也是看著屋前面的景 Size有7呎4乘9呎2 這個正正在做單人房又或者是書房 大家可以想像一下在這裏做事的話 可以看著景是非常之舒服 窗比例上也相當之大 也是鋪地毯的 窗都可以開到的 這邊有一個Radiator的位置 本身的業主就把這個位置放在書桌上 前面套在這個位置可以放在衣櫃 放在衣櫃之後 這邊就可以放一張單人床 放在單人床之後 看到我們左手邊的位置 依然可以放一張書桌 之後就看看外面的景 其實這個景是看著一個森林的景 叫做Hallowood 看到也有車在後面經過 其實這裡也有些背景的車聲 不算叫做Hallowood 剛才提過 這裡有一個Storage 在主人房和浴室之間 就是這個位置 也是把熱水放在這裏 也使得水壓也會好 還有也有位置可以放一些東西 放一些行李箱 也是相當之方便的 這邊就是Bedroom 23和浴室 看完房子裡面之後 跟大家看看房子的花園景 我們現在就從廳裡走出來 這個草地是上斜的 這樓都比較多餘 但其實都沒有任何水浸的痕跡 沒有任何水浸過的History 那花園不算小的 還有草地有天然去水的作用 當然下面也要做好些去水的位置 那向這種上斜的花園 其實英國人會覺得 花園更漂亮 也可以看得清楚一點 應該跟香港人的想法有少許不同 那這邊呢 那這邊呢 有隻門呢 是可以出回到外面的 你見到一個 的 在我們的右手邊 前面的那個位 那這個位置呢 其實都近了一個巴士站 巴士大概每20分鐘 有巴士可以出回到 Mansio的市中心 那車程就大概是13至15分鐘左右 那也有了 那也都有個電掣呢 那也有個電掣呢 整好在家屋的這個 外面的左手邊那個位 那也都令到 是的 外面 要用電的話就方便很多了 那這個單位的開架是275K 那大家在ZUPERA上面呢 也都會見到這個單位的了 那好了 那這次跟大家介紹這個單位到這裡為止 希望大家喜歡 如果大家喜歡的話 歡迎大家留言 讚好和訂閱我的頻道 如果大家想透過 那裡租樓賣樓裝修 甚至乎賣樓呢 那也都歡迎隨時找我們的 那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 留言 輝呀 descubrier